天津堂古的网友煎饼霞提问 你SV雷达的部署能否让北约国家的隐形战机收敛一点呢 我认为确实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款雷达是采用机动部署 很可能会在重点方向和重点地区 作为一个反隐身战机的这样一个移动的雷达战 它很可能会和S-400防空导弹进行搭配进行组合 针对在俄罗斯周边活动的F-35和F-22隐形战斗机 进行这种远距离的探测 一旦发现对手的隐形战斗机有越界的行动 它就可以锁定目标 而且钉死目标引导先进的防空导弹对它实施攻击 俄方称这种雷达无懈可击 这种说法可信吗 北约国家会不会针对这款雷达开发一些新的战术和技术呢 确实北约方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反隐身雷达去研究一些战术 比如说让F-35隐形战斗机去挂装一些先进的反辐射弹药 针对这种移动部署的反隐形雷达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 或者说在冲突的时候直接发射一些射程比较远的 但是直径不太大的这种反辐射导弹 对它进行所谓的定点清除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全新的迹象 就是北约开始在东欧的地区部署一些快速反应部队 这些快速反应部队有可能会搭乘直升机 针对俄罗斯的一些重点的目标包括反隐身的雷达进行这种秘密的偷袭